我想品牌達到治癒企業的重要性 有很重要的部分是對內的話 我們要凝聚內部所有同仁的共識 尤其是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就像大家要在同一艘船上 然後我們往同一個方向前進 那對外的話很重要是說 我們要能夠去了解 究竟消費者需要的到底是什麼 然後從裡面去承諾 我們對於消費者的價值 就像Puripower的車架 我們能夠經得起一萬次的開合測試 那在整個價值感 然後跟需求面 我們都能夠去打造 對於消費者而言最重要的部分 然後持續的延續下去 我想這也是品牌至於企業 能夠延續下去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那在品牌打造的過程裡面 事實上我們遇到非常多的挑戰 不管是庫存也好 或是銷售也好 但真的挑戰事實上是在 定位開始就開始了 比如說我們要去選擇 我們到底要往哪一個方向去 而且到底要努力多久 才能受到真正的效益產生 那在整個過程裡面 更重要是說我們對於 怎麼去挖掘消費者最深層的需求 然後去想辦法滿足它 那可能也是我們在整個過程裡面 相對遇到最大的困難 在這一次參加品牌計畫的收穫 我想主要分為四個部分 那第一個部分事實上是認知的轉換 那我們發現在說整個輔導的過程裡面 我們對於品牌操作的想法有很大的一個轉變 那再來是說我們隨時要有歸零的心態 因為在整個輔導的計畫的過程裡面 我們隨時把自己的心掏空 然後讓新的想法跟認知能夠進到自己的心裡面來 然後第三點的話主要是系統化的部分 那在系統化我們也發現說 原來品牌可以操... 它的操作可以透過整個不一樣的組織跟系統化的過程 那可以讓品牌走得更長久 那最後一個部分 事實上是整個在品牌操作的細節裡面 我們發現在各個環節裡面 我們能夠把每一個關節 然後做更詳細的一個串連